立委陳明文右手搭肩讓嘉義縣長張華冠命露不怨 甚至是想用手肘架開 就是這個動作 事後讓張華冠大動作以涉嫌性騷擾恐嚇告上法院 只是8月28日嘉義地檢署 以犯罪嫌疑以及證據力不足 對陳明文予以不起訴處分 台灣高等華醫院的2936判例 也很清楚地 很清楚地寫出來 即使是肩 腰 隔著衣服未經當事人同意的話 也屬性騷擾 我對這一個判決是憤怒的 我也覺得遺憾的 我決定會提起在意 得知不起訴處分 張華冠表達憤怒遺憾感受 也說要申請在意 並舉高等法院判令 即使是隔著衣服搂腰肩背 未經當事人同意都屬性騷擾 並提及世界MeToo運動 強調尊重女性已經是普世價值 MeToo這個活動在全世界 由球莉安傑莉娜等等名人一起推動 這個就是要尊重女性的普世價值 花玩之戰從去年延燒至今 兩人為了各自挺的嘉義縣長人選 徹底鬧翻 儘管張華冠最終表面上公開 挺黨提名的翁張良 但這次張華冠表明會對樓監案申請在意 也意味儘管選戰已經開始倒數黨內呼籲團結 但花文鬥依舊現在進行事 接著侯國安嘉義報導 金剛雲 北京 北京 北京